年纪轻轻却得了阳尾 医生提醒或是缺了这二种维生素 及时补充 李先生一个35岁的中年男士 每天的工作压力山大 他最近发现自己在床子之间的表现不如从前 甚至开始怀疑自己是否已步入中年危机 面对妻子的关键目光 他感到既尴尬又无力 内心充满了焦虑和不安 直到一次健康讲座上 医生提到阳尾并不仅仅是老年人的问题 年轻人也有可能因为生活方式或营养不良而受到影响 特别是某些维生素的缺乏可能直接影响男性的性功能 一、性生活与勃起功能 在现代社会 不少年轻人由于生活节奏加快 工作压力大 经常加班熬夜 饮食不规律 这些不健康的生活习惯直接影响了大脑皮层神经中枢的功能 大脑皮层神经中枢是调节男性勃起功能的重要部位 一旦受损就可能导致勃起功能障碍 也就是俗称的阳尾 这种功能性的障碍 往往与心理压力有着直接的联系 长期的精神压力和疲劳累积 会使得勃起功能进一步下降 二、基础疾病与养尾 除了生活压力和不良习惯 一些慢性疾病如糖尿病 高血脂也是导致年轻人阳尾的罪魁祸首 这些疾病主要通过损害阴晶海绵体血管的健康 影响血液的正常流动和填充 从而妨碍勃起的发生 在生理机制上 阴晶勃起需要充足的血流和良好的血管健康支持 一旦血管受损 勃起功能自然难以保障 李先生在听完讲座后意识到 这或许就是自己问题的根源所在 他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生活方式 并决定寻求医生的帮助 了解如何通过改变生活习惯和补充必要的营养 来改善自己的状况 三、液酸对勃起功能的影响 液酸作为B族维生素之一 对人体的新陈代谢和红细胞的形成 起助至关重要的作用 近年的研究显示 液酸的另一个重要作用 是通过调节血液中的同型半光氨酸HiC水平 来保护心血管健康 同型半光氨酸水平过高 被证实与心血管疾病有关 而这一因素也直接影响着勃起功能 一项发表在国际泌尿学杂志上的研究指出 血液中HiC水平过高 会损害血管内皮 导致内皮功能障碍 进而影响阴晶海绵体的血液供应 液酸的补充能有效降低HiC水平 从而改善血管健康和勃起功能 此外 液酸还参与液氧化氮的生成 而液氧化氮是实现勃起的关键因子 它帮助放松平滑肌 增加血流量 四、维生素E与勃起功能 维生素E是一种强效的抗氧化剂 它在保护细胞免受氧化应激伤害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性功能方面 维生素E对防止精子DNA的氧化 以及维持正常的生育功能非常关键 更重要的是维生素E对血管内皮的保护作用 也对勃起功能至关重要 在烟精勃起的过程中 维持足够的血流至关重要 而血管内皮的健康直接决定了血液流动的质量 根据营养与代谢杂志上的一篇研究 维生素E能够有效地提升血管内皮的功能 预防和治疗勃起功能障碍 此外 维生素E的抗氧化特性 可以防止自由基对血管的损伤 这在高血糖或高血脂等状态下尤为重要 通过科学的补充液酸和维生素E 不仅可以从根本上改善血管健康 还能有效地预防和改善勃起功能障碍 李先生在医生的建议下 开始定期补充这两种维生素 并逐渐感受到了改善 他不仅在性生活中恢复了信心 也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感受到了明显的提升 这些变化不仅为李先生带来了希望 也提醒着其他年轻人 勃起功能障碍并不是不可逆转的 通过适当的生活方式调整和营养补充 完全有可能重拾健康的性生活 五 营养补充的注意事项 虽然液酸和维生素E 对于改善勃起功能具有积极作用 但补充营养素也需要注意一些事项 首先 个体差异会影响维生素的吸收和利用 因此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合理的补充 其次 补充剂的选择也至关重要 应该选择质量可靠 生产厂家有资质的产品 并避免过量补充 以免引起不良反应 另外 饮食中应该多样化 保证膳食均衡 不宜过分依赖 营养补充剂 最后 补充营养素只是改善勃起功能的一部分 更重要的是调整生活方式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六 寻求专业帮助的重要性 对于出现勃起功能障碍的年轻人来说 及时寻求专业帮助至关重要 首先 医生可以通过详细的病史询问和体格检查 抬除可能的气质性疾病 如心血管疾病 糖尿病等 其次 医生还可以根据个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 包括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和营养补充等 此外 医生还能够提供心理支持 充实和性教育 帮助患者缓解焦虑和压力 重建自信 因此 面对勃起功能障碍 不应该自行处理或忽视 而是应该及时就医 获得专业的帮助和指导 对于像李先生这样的患者来说 早期的认识和及时的干预 能够帮助他们早日摆脱困境 重拾健康的性生活 同时 这也提醒着更多的年轻人 性功能障碍 并不是老年人的专利 任何年龄段的男性 都有可能受到影响 因此 应该重视生活方式和营养的调节 保持健康的生活习惯 从而远离养尾的困扰 没问题 这次摆破了 手中的重拱 尽力及分钟